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阿拉丁》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里 贸易繁盛,到处都飘逸着香料的味道 人们宰歌宰舞,尽情沉寂在这美妙的夜晚 美丽的深处也蕴藏着邪恶 他们趁着夜色掩盖自己的罪恶,从不被人发现 阿拉丁是一个小偷,小猴子阿布是他最好的搭档 美女前来搭讪,他们还是欢喜 不料被其举报,在骑士到处躲避 他偷来的东西能换的食物很少 自己和小猴子都吃不饱 可是他看到比自己更可怜的孩子 会毫不吝啬将仅有的口粮给他们 他天心善良,又爱管闲事 一个身着华服的女孩子遇到两个饥饿的孩子 想也不想就拿起路边的两个面包给了他们 这下他可遭殃了,面包探主可是一个吝啬鬼 可这个女孩也很奇怪 身着华服带着金手势,却拿不出一分钱 探主不肯放过他 阿拉丁好心出来替他解围 把女孩金手镯抵押给店主 自己和女孩潇洒离开 这是阿拉丁的缓兵之计 别忘了他可是一位出色的小偷 他又将女孩金手镯偷了出来 探主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阿拉丁不仅是偷盗高手 童言也是逃跑高手 牵着女孩子的手穿梭在大街小巷 飞烟走壁无所不能 把卫兵们耍得团团转 摆脱了卫兵和女孩来到一个安安静的美好约会地方 可是作为过街老鼠的他 只能将女孩带到自己的家里 他的家十分的神秘 楼梯隐藏在墙面上 家里面稍显破败 却又有些小许的小精致 自由升起的天花板 给家里带来一种朦胧美 阿拉丁家的位置出奇的好 可以看到整个国家 美丽而神秘 女孩感谢阿拉丁救了自己 并告诉他自己叫达利亚 阿拉丁早就知道他来自皇宫 身处昂贵的丝绸 手带金镯子 一看就是皇宫的侍女 达利亚并没有否认这一猜测 对他的剧起很是好奇 也唤起他们相似的回忆 他们的妈妈都教过他们这一首歌 阿拉丁的童年并不美好 父母很早就离开了 他和猴子相依为命 有时候阿拉丁觉得这就是命 他逃不出去 轮远在自己的命运里 又很之不甘心 王国里又来了一位 像公主求婚的王子 达利亚匆匆离开 他向阿拉丁讨要金镯子 但被自己的小猴子藏了起来 达利亚见此轻轻 之前雷迹的好感 全部化为物有 生气地离开 阿拉丁也十分的酷囊 他不想被所有人都当作过节老鼠 他逃不出天地的命运 就与小猴子阿布 有所透有所不透 必须守住自己的良知和底线 莉莉公主接见了 慕名而来的安德斯王子 原来达利亚就是公主莉莉 她的美貌深深吸引了王子 王子根本就配不上公主 这个王子智商不在线 要不是靠他的老爸 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他能将公主身边的老虎 当作小猫蜜 结果悲剧了 国师很人气愤 国王同意公主回绝王子的请求 他们放弃了潜在的盟友 国师可不是什么善类 他善用古惑之术 他的舌杖带有强大的黑魔法 可以虐魂人心 操纵国王入侵希拉巴德 公主来找国王 干扰了国师施法 为了国家的强大 他们必须抓住安德斯这个盟友 让公主重新考虑 再给王子一个机会 公主始终是一个女孩 她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他们必须依附在更强大的国家身边 公主也陷入命运的漩涡当中 身为公主 却每天都过得紧张不已 无法对自己的命运做主 任何的决定都不能拒绝 只一命一句 你生来就是国家的 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 来保护这个国家 他不是玩偶 他愿为这个国家 披上战甲保护子民 但他不愿听任何人的摆布 成为等加交换的筹码 国师在国王那里受了气 发誓一旦拿到神钉 就要取而代时 他的鹦鹉报告 他皇宫里来了小偷 身手民间的阿拉丁 就连保卫森严的皇宫都拦不住他 他混入皇宫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捡达利亚 达利亚不想嫁给安德斯 因为他更倾向于阿拉丁 面对突如其来的阿拉丁 他欣喜若狂 阿拉丁将手桌给公主戴上 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可是阿拉丁不知道他是公主 而公主和他的侍女 也接近隐瞒他 陪他玩起了角色扮演 阿拉丁为了再次见到达利亚 又拿走了他的发卡 和达利亚告别后 很不禁地被国师给抓了 国师将阿拉丁带到一望无际的沙漠 国师告诉他 他心心念念的人是公主 是他这辈子都高盼不起的人 和阿拉丁一样 他们曾经都是小偷 但是现在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国师 一个偷苹果的人 只能是小偷 而一个窃取国家的人 就能称之为英雄 他和国动阿拉丁 想要和公主在一起 就必须足够富有 而从平民变成富有的捷径 只有一个 就是找到一盏 隐藏在山洞的深处有灯 各去所去 他帮国师拿到灯 国师就帮他实现富足 这个山洞是奇观之洞 里面的宝物数不胜数 但不能够弹心 只能拿到那一盏灯 看守洞口的神兽 只允许一个人进入 为了公主 阿拉丁勇敢地进入山洞之中 山洞里面十分漆黑 奇怪的是 越往里面走就越明亮 这亮光 全部来自于堆积成山的宝物 性格猴破的飞坦 在阿拉丁面前搔手弄姿 展示自己强大的魅力 更想让阿拉丁 扳开压着自己的巨石 阿拉丁帮他扳开了那块巨石 飞坦很开心的飞舞 任何珠宝都打动不了阿拉丁的心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高聪在巨石上神灯 他不断地向上攀爬 尽管道路坎坷 他还勇往直前 阿拉丁不慎一脚踩空 将一颗附射在巨石表面的 红色大钻石给弄掉了 这本身无心之势 却迎来杀神之火 阿拉丁没有在意继续往上爬 终于在巨石的顶端拿到了神灯 他们违背了誓言 拿到了晋雾 瞬间山洞熔岩四起 地动山摇 飞坦用尽全部力量 将他们甩掉洞口 国师开始处在悬崖的阿拉丁 让他交出神灯 拿到神灯的国师 违背了誓言 将阿拉丁推向神渊 阿布囊怒击打国师 飞坦再次出手 救下了阿拉丁 洞口毁灭 阿拉丁困死在山洞里面 好在神灯被阿布偷了回来 经过飞坦的提醒 阿拉丁请求神灯帮忙 阿拉丁吹一吹 擦一擦 一个蓝色精灵从神灯里面出来了 这个精灵十分的威严 就像他是一个神一样 告诉阿拉丁 谁把他吹出来 谁就是他的主人 他能够满足主人的三个愿望 紧接着 蓝精灵就开启了化疗模式 或许是在灯里面待了一千年 太久没有说话 身子骨也需要舒展一下 说着说着就唱起了rap 总之都是在陈述自己 拥有强大的魔法 能够满足主人的一切需求 并且还能提供五星式好评服 蓝精灵最大的乐趣 就是别人对他许愿 许愿只需要两步 擦神灯 说出自己愿望 神灯坚信这些愿望 无非都是跟金钱有关的 要不然就是爱情 阿拉丁在蓝精灵千呼饭款中 终于说出第一个愿望 他想要出去 乖巧都是蓝精灵 立马化身英俊的空哨 为阿拉丁提供这次服务 一瞬间 他们就到了一望五边的沙漠 在这里伤起了风景 蓝精灵也有梦想 他也想获取自由 在这个自由只掌握在主人的手里 他们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愿望释放他 但千百年来 还没有一个人这么做 阿拉丁承诺会用最后一个愿望来还蓝精灵自由 但蓝精灵提醒他 他还有两个愿望 可阿拉丁不认账 通过VC2回放 的确还有三个愿望 为了爱情 阿拉丁许下第一个愿望 他要变成王子 这难不倒蓝精灵 瞬间化身裁缝 经过多番尝试 为他量身制作了一身王子的服装 还给他起了个洋气的名字 阿巴巴的阿里旁字 阿布化身高达威猛的大象 从行头上来看 阿拉丁符合了王子一切的外部特征 下一步计划 就是到王宫里面迎娶公主 突如即来的迎亲队伍震惊了整个王国 王宫的人都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迎亲队伍 无团开道 乐队善后 王子负责撒金币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拒绝这样富有的女婿 国师盯着阿拉丁 窥视着他的财富和地位 更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博学的他竟然不知道有阿巴哇这个国家 刚刚登上房子的阿拉丁 有些小小的紧张 语无伦次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国王心目中的地位 阿拉丁想用丰盛的礼物 换取和公主独自相处的机会 这让思想独立的莉莉公主十分的生气 不顾礼节的离开了 王宫里面来了两位王子 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为此国王举办了盛大的派对 蓝精灵为了阿拉丁和公主创造恋爱的机会 可谓是煞费苦心 一次又一次的去鼓励阿拉丁去搭讪 蓝精灵有一颗当妈的心 不断的告诉阿拉丁 要自信 勇敢 由内在去征服所有人 其实公主早就注意到这位有些胆怯的王子 面对她的语无伦次 公主率先提出来 共舞一曲 但是阿拉丁根本就不会 还需要蓝精灵时时恶地指导 结果蓝精灵越来越兴奋 将舞会变成了阿拉丁的独舞 把公主晾在了一边 公主觉得她十分奇怪 匆匆离开 阿拉丁回到自己的房间 好好的反自自己的所作所为 现在她很难打动公主 相反 她是普通人的时候更加容易些 她想要和公主独处 用自己的真诚打动她 阿拉丁进到公主的闺房 公主养的老虎死死地盯着阿拉丁 经过公主的安抚后 三妾保住了阿拉丁的性命 公主也好奇 她的国家到底在哪里 经过蓝精灵的指导和自己的瞎指挥 在地图的角落上终于找到了 公主总算解开心中的疑惑 也愿意更加深入地了解阿拉丁 这个男孩神秘又可爱 乐雅对她又十分地友好 渐入家境的阿拉丁 邀请公主一起乘坐飞弹 共游这个美丽的世界 他们越过山川 跨过河流 仰望星河 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天空中 没有任何的束缚 两个人的心 也因为这愉快的旅行 变得更加近了 他们两个人坐在高空上 静静地谈心 阿拉丁支持公主 想要统一国家的心 如此了解自己的阿里王子 让公主产生了怀疑 让他感觉这就是阿拉丁 但是他就是不肯承认 说自己之前 只不过是为了看插整个国家 才假装是小偷的 尽管身份成迷 但是公主还是对他着了迷 他们在月光之下 前面一吻 为今晚的与会作为告别 公主彻底爱上了 这个来路不明的王子 阿拉丁再次被国士给带走 将他拴在椅子上 放在阳台边 国士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逼迫他交出神灯 阿拉丁不肯 被国士推入海里 阿布驾着飞毯 拿着神灯去救了阿拉丁 阿布将神灯扔进海里 阿拉丁在昏迷前擦亮了神灯 蓝精灵使出浑身解数 修改他们之前的齐悦 将他救上了岸 阿拉丁一口尖汽水喷出来 活了过来 他们必须阻止国士谋朝篡尾 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相信国士 突破口只有公主一个人 他们和公主一起状告国士 国士用蛇杖控制国王 去指责阿拉丁 阿拉丁发现了国王的异样 敲碎了蛇杖 国王摆脱了控制 将国士关了起来 王宫恢复了平静 国王为感谢阿拉丁 决定将女儿娶配给他 阿拉丁活在自己建立的谎言之中 他不敢告诉公主实话 更舍不得离开公主和皇宫 甚至已经忘记了和蓝精灵的约定 蓝精灵很生气 不应该被他的花言敲语所蒙骗 亏自己还把他当作朋友 阿拉丁带着阿布回到自己原来的家 在半路上 神灯被越狱的活尸给偷走 阿拉丁并没有发现 还在想自己能否受处真心 此时的国王经历一场腥风血雨 换了主人的蓝精灵 也是愁眉苦脸地 遵从了新主人的命令 为他夺取了王国 国王公主都被扣押 公主看着自己亲爱的国家就这样沦陷 唯一能够做出改变这一切的只有自己 他必须坚强地拿起武器 与魔鬼作斗争 自己并不是世人所看到的那样的弱小 他强大而勇敢 能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他劝说将军 不要屈服于恶魔 不要违背自己的意志 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再强大的魔法 都难以控制人们强大的意志 他们决定逮捕国师 但是国师的第二个愿望 就是成为最强大的巫师 有了蓝精灵的加持 他们再难抵挡巫师 逆踏者亡 所有反抗他的人都消失了 就连强救来拿神灯的阿拉丁 都没逃过他的魔爪 他在公主面前 无情地揭露阿拉丁的真实身份 国师的舌杖一抖 阿拉丁瞬间置身于血海之中 接下来 国师一一对他们审判 他为了得到公主 对国王施以残忍的黑魔法 让他痛不一声 公主只好答应委身于国师 阿拉丁在满是冰雪的高山里 找到瑟瑟发走的阿布 飞坦及时赶到 将他们两个救起 国师和公主的婚礼如期举行 公主趁其不备将神灯偷走 纵身一跃 赶来拉拉丁救起了公主 他们穿梭于其势中 扰乱敌人的视线 不料被国师的大鸟叼起他们 到处飞 老国王也不甘示弱 推倒了国师 使他的魔法暂时失灵 大鸟变成了小鸟 难以承受神灯的力量 关键时刻 阿布高空一跃 抢走了神灯 折了夫人又折病的国师 十分的生气 他聚集黑暗力量 天空顿时狂风大作 乌云雅成 神灯还是被大鸟给拿走了 蓝精灵十分不情愿 从神灯里面出来 国师控制着所有人 他用黑魔法折磨阿拉丁 一遍一遍地陈述 自己要成为这世界的霸主 阿拉丁利用国师的野心 不断地激怒他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这时阿拉丁用文字救戏 诱导他成为世界最强 只是这宇宙最强的精灵 必须生活在神灯里面 他将继承蓝精灵的使命 成百上千年都只能等待 呼唤自己的主人 风平浪静之后 蓝精灵又将神灯 扔回了奇观之洞 阿拉丁向国王和公主道歉 自己失落地离开 蓝精灵怎么会 眼睁着看上自己的好朋友 伤心难过呢 他可以将阿拉丁变成王子 或让公主必须嫁给王子的法律消失 他等待着阿拉丁 许下最后一个愿望 可最后一个愿望 是让他恢复了蓝精灵的自由身 阿拉丁跳出欲望的枷锁 回归自己的内心 经历大风大乱的国王也看开了 终于承认他的女儿 也可以管理好这个国家 而且不输任何男人 也同意了他和阿拉丁的婚礼 最后他们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之下 开启了幸福生活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魔坏电影阿拉丁 任何人在欲望面前都会迷失自己 但阿拉丁即使迷途之反 守住了友谊 守住了爱情 或许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有既定的命运 都曾经在既定的命运中彷徨迷茫 但不认命才是我们一生组织集的真地 达破命运的公共坚守信念 善良勇敢坚毅 是任何黑魔法都无法打败的 这是一部非常奇怪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